一根红丝线在细铁丝上将月牙形纸片和金箔纸紧紧缠绕,再经几捏几折,一颗小巧的石榴就呈现在眼前。 在台湾彰化县陆港小镇,年于古稀的民间工艺师施丽梅坚持着这门数百年历史的花式制作工艺《春仔花》。 对春仔花的感觉是说,有做春仔花,您家就是有要办喜事。 春仔花也被称作开不败的吉祥花。资料记载,这种长花记忆主要流行于闽南,明朝后期随移民来台并传承至今,也被称为闽南民俗文化的活化石。 早期春仔花以红色为主,常在婚嫁时作为新娘及女性嘉宾的发上饰品。 每只春仔花都有吉祥含义,带着爱与祝福。石榴寓意多子多孙,叶片亦为开枝散叶,牡丹是花开富贵,作为点缀的几颗金色串珠则取金玉满堂之意。 与丈夫共同经营婚纱社饮食,施丽梅总让新娘佩戴春仔花留下幸福瞬间,直到有一次她发现,断带花、塑料花成为新娘们的新选择。 我结婚以后,我们开摄影礼物,我们就会让新娘子佩戴拍照的时候,会让他们带那个春仔花,新娘子的。 直到有一次发现春仔花买不到了,因为那已经没落了,大部分都是买那个短带花、塑料花那一类的。 然后我再发觉说,这个春仔花以前阿嬷也有在做,为什么要把它,这个真很好的传统手工艺,失传的话好像很可惜。 然后我再把它换出来。 除了复原新娘花,施丽梅逐渐创作出各种新颖的款式。 例如,有新娘想佩戴凤凰样貌的春仔花,她就做出凤凰头样。 四颗十柳代表双双对对,里面很多子,代表多子多孙的意思。 然后就加,你加了一些牡丹代表富贵嘛,然后加了百合,代表百年好合,把它凑成一支凤凰,就后凰与回了。 像这支凤凰我就已经做了二十几代。 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有个叶片出来,然后稍微剪得像个凤凰,出来有点像,然后在第二代延伸,第三代延伸,然后到这里已经二十几代了。 如今,施丽梅创作编制的鲜花上百种,此外还能做鱼、虾、蜻蜓、蝴蝶等各种动物。 正在鹿港镇市馆展出的《春载花传承》《施丽梅各展》中,就有白孔雀、水仙以及与木雕陶瓷组装成综合艺术品的多种春载花形式。 其实春阿辉没有什么,就是要靠变化。你没有变化的话,就会停顿在那边。你的变化就是可以无限地宽幅。 除了创意和制作春载花,施丽梅花了更多时间在社区或文物场馆授课。 为了引起儿童的兴趣,她会从孩子们喜欢的蜻蜓、瓢虫、蝴蝶开始教学。 我想的非常多,我很喜欢教小朋友,我就会做一些昆虫类,蜻蜓、瓢虫、蝴蝶那一类。 我一直想说,我也跟那个小朋友讲说,你们不用考虑说做得漂亮或不漂亮,你记忆留下来。 你如果对这个有兴趣的话,你们一定会比我做得更好。 你 Past 规復 你 因为你 蓋下来 我刚才说,你还可以做得更好。 你 想看吗? 你 识保 你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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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难。 感谢观看